哈喽,大家好,我是杰霸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有关 性价比的Laptop 比辑型电脑,相信这一大码是非常的盛行啦 一向来都盛行啦 辑型电脑呢,相信大家知道的就是那几个大厂哈 很多人就说,哎呀 手机品牌在做的电脑可以养了咩 不觉得很容易坏咩 但随着岁月累积,相信每个人已经慢慢看得出 这些手机产商所生产出来的电脑 诶,相当的耐用啊 无论是性能,生态,各方面表现呢 都如出一车,相当优秀哈 为什么?因为 配合手机嘛 然后有些大牌的电脑不是说不好用啦 它的ecosystem没有做到那么的完美 所以手机和电脑呢就缺乏了那么一丢丢的 连接性 可能说你要投屏到电脑传输文件等啊 这一类型的都需要手机和电脑有 一样的协议才能进行传输 所以不是每一台电脑呢都有这一方面的协议哈 虽然是说通过 3rd party的应用程序去完成 啊是可以啊 but then 就是要install咯 你要懂咯要去买咯 这些应用程序是要给钱的 当然能免费啦 当然是最好的啦 nice 没错 so今天要带给你们的就是来自于海外品牌 在巴黎非洲全部卖的香港火爆咯 为什么火爆? 性能高 配件好 性价比 更加高 这一类型的东西在非洲相信肯定很夯的嘛 在马来西亚 也是如此啦 首先呢我手上的这一台呢就是 Infinix Inbook X1 它分别有三个配置 有i3 有i5 10代 跟10代 i7 i3的话呢它是配置了 8GB RAM 256GB ROV 售价为1899 And then 去到i5的话呢 它就有 8GB RAM 512GB SST 售价只才2399 诶 你想一下啊 10代 i5 8加512GB SST 的配置 如果是在别个品牌的话 没有2,800 不用带回家 而今天只要2,400 是不是很划算 很划算 很便宜 这样它的配置OK没有啊 便宜的东西 它所搭配的material 一定是很巴厉的 一点都不会 首先你看它的设计呢 我手上的这一款颜色呢 是高级红 分别还有 星空灰跟 极光绿 这三个配色呢 都非常的 攀岚夺目 极光满满 亮丽四色 非常美丽 对我来说我觉得 太搞掉了啦 再按一点的 出一个黑色的就好了 在设计方面如此的妖艳 重点是还是 Aluminum的材质 让整体的质感更进一步提升 再加上它的接口 非常的齐全 首先我们来看左侧 就有搭载了 DC充电 HTMID.4 又SB3.0 又SBC充电 跟Synchronize都可以 然后又SBC 跟跟 跟跟跟 哦 它还可以 关机 如果是你做zoom meeting 还是什么的话呢 一般上我们开住电脑 meeting 完了 没有关机 然后就拿了一个 DECO 然后 修了一个 DECO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啊 不 真的 如果不小心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非常的尴尬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旁边呢 还有搭载了这个开关 FOR那个camera 你的privacy就更进一步提升啦 然后在右侧这一边也搭载了USB3.0 USB2.0 3.5mm 耳机空格 SD card slot 是不是很齐全 因为现在的 Laptop呢 可能最多啊 给你两个USB 一个Type-C 这一个呢 给你三个USB A 两个USB C 还有SD card slot 你说OK吗 哇 OK咧 还有HDMI 基本上你不需要买那种 External的Type-C 好 省工省时 又省力 不用带太多东西错闻 一家笔电 搞点塞啦 重点是 续航能力OK吗 一家笔电带出去 哎续航能力 别担心 平均 耗油量呢 如果你是做Document Walk 这些的话 一小时是减10%左右 续航无间断 能去到8小时 再加上它还搭配了 65瓦闪 从随便充一充 一小时给你70% 如果你的工作量不是很多的话 充满一台 直接带出去 不用带茶间 哎 你就随便走 随便充就可以啦 重点是啊 双充电口耶 你可以用DC充电 DC充电你忘记带 你用Type-C充电也可以 不过有一点我要吐槽的 就是它的屏幕的下巴 特别的高 不过呢 给你一个14寸呢 磨砂16比9屏幕 在视觉效果呢 是非常好 在亮度方面 最高峰 只能到达300Nin 同时还搭配了 DTX双扬声器 是双扬吗 还是单扬声器啊 没错 的确是配置双扬声器配置 OK 这种时候 就能安装街歌店 说售卖的 Screen Guard Hydro Gel 无论你是冷冻机 还是热门款 任何品牌 型号或大小 都能通过造模器 完美切割 还能挑选保护膜的覆盖率 比如360全覆盖 双曲面 全屏幕 半屏幕 机背膜 手表膜 Nintendo 相机膜 都能迎刃出膜 分别还有四款材质 首先 Gaming Screen Guide 磨砂材质 刷屏不卡手 指纹不沾屏 用于手游更加得心应手 第二款 人家有低清 我有超高清 Super Clear 亮面材质 拥有99.9%高透视 还原真实色彩 还有输油层加持 追剧看戏 必备 No.3 Andy Buray Screen Guard 江湖冷称 不泪眼 亮面抗蓝表层 有效过滤蓝光 长时间续航不泪眼 最后就是 暗然销魂 防溃膜 Privacy Screen Guard 磨砂表层 黑色条纹 能有效的防止旁人监控 非常适合很多秘密的人使用 连接都在下方 可以点进去了解两下 相信也有观众问 用这台电脑 如果我要拿来 编辑视频 剪抖音 剪映 或者是 Premium Pro的话 Premium Pro可能 有一点要求 至于剪映的话 iFi就非常够够用 但是你要很顺 要剪4K的话 当然我会建议 直接upgrade to最high spec的 它不只是有 i3 i5 还有最high spec 神代i7 搭载了 LBDDR4X 16GB RAM 跟512GB Everyme PCIe SSD 这一个阵容呢 算是半个铁三角配置啦 你要拿来玩游戏 追剧 看戏 甚至剪视频的话呢 对它来说 根本不在话下 重点是 价格 才2999 你就能把它带回家 诶 这样的阵容 2999 现在的market 有这样的价格呢 真的很难找了 很难找了 好重点是 Ecosystem 刚刚我们就说了 假如你有用 Infinix的手机 你还可以搭配 它的software Ensyn Screen Projection 一键投频道电脑 当你要show你的client Dance for PDF VPT这些的话 手机操作 屏幕显示 更是方便 重点是 如果是你还买它的 Infinix电视机 没错 Infinix才出电视机啊 So通过 Infinix的Ecosystem 来回连接是非常方便 So非常期待 Infinix的XOS成长 如果再度成长的话 相信是非常说的 因为之前就有凭着过 它的手机UI 这个UI的确用到来 用起来我就觉得 也有一番风味 再加上顺畅 第二点 性价比特高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这个视频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 去了解更多详情 So我们来做个总结 假如说你要一个电脑 你只是要做 Google Meeting Zoom Meeting 或者做一些 比较lightQT的 Documentation i3基本非常足够用 假如你有要求 在剪辑视频 跟玩一些游戏的话 可能玩 For Counter Strike 这些比较light的游戏啊 你不要跟我讲 拿来玩PUBG啦 这些会比较有负担啦 So你要玩这种 负担型游戏的话呢 建议直接入手 i7 毕竟铁三角配置 你要玩这些游戏的话 对它来说 就是比较 容易一点的东西啦 对i5 i3的话 的确有一点压力啦 好 说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先我就是那个油画 不能好说的 Mr.杰哥啦 假如说 没有假如说啦 就这样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